比较你的第二个话题就是 美国在这个星期通过了国会参与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 就是美国的创新法案 原来一个名字更浪漫 叫无尽边疆法案 那么这些法案里面就是由政府国家来投资2500亿 来支持美国的科技创新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因为美国最重要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科学创新 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 美国曾经非常猛烈的批评中国的2025制造 中国制造 批评中国把国家的资金 应于这个科技企业来发展 那您觉得是美国是不是有一点在批了 中国以后又开始学习这个中国呢 这是我昨天访问到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他跟我讲的 其实美国偷偷的在说 谁这个中国这种用政府的资金 政府的杠杆把科技创新的力量弄起来 您同意这种说话吗 我很同意 而且美国这样做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也是从善如流 因为中国这几年老是说中国的模式啊 是应该推广全世界 什么叫中国的模式 就是一个中央集团 这个干预计划的巨手啊 来整合市场 美国呢 这十年十几年让中国加入了私贸以后 觉得吃亏 吃亏因为美国以真正的私有的这个企业 自由市场经济 来跟中国的这个强而强大的 这个中央集团 中央集权呢 跟这个强力行政干预的计划经济来对立 那么等于是几个小孩去跟一个大人打架 这是不平等的 因为你几个小孩后面呢 这个家长啊躲起来 那边这个大人呢 这个小孩啊 又被他关起来 是吧等于两家人啊 两家人你就是要么就是大人对大人打 要么就是小孩对小孩打群架 是不是 对不对 就等于你这个当时那个文革时候那个联动啊 这些红二代这些毛孩啊 对不对 有什么薄熙来啊 什么什么这个彭德怀啦 这些儿子啊 就跟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 啊林彪啦陈云的这儿子啊 是不是 两帮自己打架 你不能够说刘少奇亲自出来教训啊 陈毅的几个女儿女是不是 大人跟大人斗 小孩啊在胡同里头跟小孩打群架 啊 中国不是这十几年来老子自己卷起秀来啊 亲自来跟美国的小孩美国的小孩就是自由市场企业来打 当然你这几个小孩呢也非常的这个精明 但是毕竟是小孩 中国不是中国是大人啊 这是弄堂里头这个大妈至少跟你这几个小毛孩他还拿板凳来捶你知道吗 拿这个茶壶来甩把这几个小孩打得屁滚尿流的回家啊 去跟这个大人投诉 现在大人出来啊 那老子呢 这大人谁就是拜登 所以呢 这是对等啊 既然你对面最后人家你家长来欺负我的小孩 我就家长出来 所以这个就北京中国模式呢 嗯 美国早就应该这么办 而且我认为不够 你应该学中国 把Facebook阿玛逊这些玩意收归国有啊 在美国找几个马云出来演打 对不对 就抄中国了 对不对 中国要把几个什么这种什么红色首富啊 什么大亨呢 要抓出来记起 美国也应该这么办 第一他手上有钱 你知道吧 诸科 诸科伯格啦 什么这些人啊 对不对 现在差不多了 把进行抓几个典型罚 然后把什么Facebook啊 什么收归国有啊 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 至于特斯拉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马斯克呢 就地质比较特殊 因为他现在新冒出来的 新科技的打亨 他个人呢 是一个民间的 这富有科技创意的创业家 我认为这个马斯克可以养一阵 先把他养肥了 看看他今天又溜到火星了 明天又什么 买个两百万美元一张票去太空穿梭机 后天又跑到中国去搞什么电动汽车 先把马斯克 养起来 不是啊 就是不要 不是养起来 先让他奔跳 然后这些什么 什么盖茨啦 朱克伯格啦 什么阿玛逊 这些差不多了 把他收归国有 这几个人就应该告联邦法院 现在你不应该联邦法院 不是要告这个川普 应该要告朱克伯格 就告他垄断 完全照着中国的去做 那你美国现在就翻身有望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一直访问那个教授 我问他的意见 我完全同意 应该这样 而且做的还不够 对 因为美国的现代化的一个强劲的一个基础 其中就跟这个罗斯福有关 罗斯福当时就动用了国家的力量 把美国的基础建设给起来了 服服水坝给起来了 如果你要私营企业 这种服服水坝是很困难的 因为回报很慢 对吧 有没有回报都不知道 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最基本性的力量 还是要国家的力量参与在里面 中国的有一些学者 我的一些朋友 比较明显于这个新凯恩斯主义 就是市场经济 则是真正的力量 其实市场经济 正如您讲的 要培育成为一个 跟巨无霸出进行拼搏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一个银行 中国共商银行 轻来一举就成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之一 那难道是工商银行的 工商他们这些营销人员 做得好吗 不是的 是国家力量在支撑 你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 不是简单的民间企业的竞争 是国家实力的竞争 而实力就是科学創新 就是真正有国家力量 所以要用政府 用国家的资源 新科技的这个创新 是吧 这条路是走的对的 当然这里头会不会有浪费 会有一些 尤其钱可能出现这种雾头 这种我相信会有 所以现在美国当务之急 是要减少这种官僚的消耗 但是我想美国这个社会制度 在做到这方面比较容易 因为美国人人际关系之间 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坦率 就是你有实力 你显露这个实力 人家给你让步 你没有实力 人家把你踢出去 这不存在在当中 鬼鬼脆脆的什么腮红包 问问你这个女儿上大学 有没有学费交了没有 或者是什么利益交换 我并不是说在高层次就国会了 跟华尔街之间没有这种勾当 但是不成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文化 整个市场 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市场化 这个留下来的价值观 就是自由竞争 实力比拼 这个100多年 还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在这个华尔街崩溃以后 都没办法 罗斯福只有 就采取凯恩斯的中央干预 计划经济 所以这个要左右两手交替 一手硬 一手软 现在你这个自由企业市场 这手硬的太久了 这个软一些 就是说这个干预的 这个经济 这一手太软 现在要硬化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取成补短 是吧 就走中国阴阳调和之道 所以呢 这个呢 我想是这条路是走得对的 好 我现在请教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这条路是一个 这条路是一个